VOA卫视从北京方面得到有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被关押的中国的异议人是刘晓波的妻子 刘霞因为心脏问题住院治疗的这样一个消息 刘霞因为他的丈夫刘晓波入狱 长期的处于软禁状态而患上了重度的忧郁症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一再的呼吁中国政府要善待他 那么现在我们就和北京的人权律师 同时也是刘晓波夫妇好友的莫绍平先生进行连线 请他来介绍一下刘霞现在的情况 莫绍平律师您好 你好 从您那儿得到消息就是说刘霞现在呢 允许入院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入院治疗 请您先介绍一下他目前这个身体状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刘霞本身呢 他的身体状况呢 移植就不好 因为他被限制人身自由啊 已经达三年多的时间了 他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况恶化呢 特别是在他的弟弟被诈骗罪判了十一年之后呢 就是他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况呢 都越来越恶化 越来越恶化 那么作为他的亲属呢 就是说曾经和警方来交涉 那希望能够刘霞得到这个治疗 去看病治疗 但是警方呢 原来的要求是说只能到他们警方指定的医院 往后由他们指定的医生来进行看病 这样呢 作为刘霞的亲属呢 他们是有顾虑的 就不希望是这样 那么提出呢 要去国外去治病 但是警方呢 最后呢 没有同意 但是允许 最终呢 还是允许他们亲属呢 自己去联系医院 给刘霞进行检查和治疗 那么他的亲属呢 就通过朋友进行了联系 那么在中国过完春节的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呢 就把刘霞送到了位于石井山的一家医院 进行全面的体检和治疗 本来已经和医院呢 已经商定好 刘霞准备住院了两个星期 进行全面的检查和治疗 亲属呢 已经把手续和相关的费用都向医院都办理齐全了 并且都交了钱了 但是没想到呢 8号刚刚住了一天 就被医院告知说不能再继续为刘霞进行体检和治疗了 也就是说住了一天 刘霞就不得不从医院搬出来 当然这个原因呢 一来呢 可能是因为医院觉得 因为刘霞去看病嘛 都有警察陪同 多的时候甚至五个人 五个警察 这样医院可能认为呢 扰乱了他那个正常的医院的一些工作秩序 这个是他不愿意的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呢 也许警察直接对医院呢 就是施加影响 不允许他们用这种方式给刘霞去治疗 往后体检 那么后来呢 就是说是据我们现在了解的信息呢 据我现在了解的信息呢 刘霞出来之后呢 在前两天呢 又被送往另外一个医院吧 又被送往一个医院进行治疗 但是具体是哪个医院 他具体诊疗的这些情况 警察明确告知亲属呢 是不能对外披露的 所以细节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 大体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刘霞呢 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之前得到消息说 您刚才也提到 就是说他提出 清楚提出 想让他到外边去治疗 因为他有一方面担心 就是因为他这个 现在的患上了这个重度忧郁症 他怕因为这个事情去入院 诊治的话呢 被送到精神病院 当局为什么会采取这样一种态度 去在这个他的这个身体检查 还有入院治疗方面 采取这么多的这种阻力 施加这么多的这个阻力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首先当然我得明确表明 我作为一个律师 我的态度是呢 刘霞他不是罪犯 所以呢他本身呢 这个被限制 他本身被限制人身自由 现在达到三年多的时间 不能和外界联系 不能贪视朋友 不能上网 然后一个月呢 只能有一次去探视刘晓波 而且是在警察的护送下去的 并且一个星期只能去看望一下 父母和父母吃一顿饭 那么和外界的一些联系都隔绝 都隔绝 那么这个本身的这个警察的这种做法 本身是违法的 我从一个律师的角度讲 这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也没有更没有采取正当的法律程序 对一个不是犯罪嫌疑人的公民 往后去限制他的自由 这个首先他是违法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那当然了 警方呢他们有的时候 因为也明确表态 这我们确实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但是这些上面领导 让我们怎么来做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 那么就是说是 对刘霞呢 这个和外界的接触 和朋友的接触 以及和更不用说 跟媒体的接触了 那么他们是非常忌讳的 非常忌讳的 所以呢包括呢 就是说是 刘霞去提出要求 最终他们同意 可以亲属自己去联系医院 去看病 那么警察也是始终在陪同 多的时候 甚至五个警察 那么之所以呢 他第二次在入院去进行治疗呢 警察呢严禁亲属 这个向外披露他的任何信息 包括他住的那个医院 包括他身体诊疗的情况 都不允许披露 那当然他也是在担心 刘霞如果一旦披露这些信息 有很多人 甚至包括媒体 可能都会去医院去探视 都会了解刘霞的这些情况 那么可能五行中给他们的压力很大 那么他可能这种情况 是他们不愿意见到的 所以就采取了这种方式 好的 莫律师最后一个问题 刘霞的这个情况呢 我不知道这个政府会不会 将来会做出一些 这个松动的姿态 另外一方面 刘晓波的现在目前情况 您有没有什么了解 因为我们已经正式就是受理刘晓波申诉的案子 也就是作为刘晓波申诉的代理律师 那么我们也为此呢 就是将相关的申诉的材料 都已经准备的比较齐全了 但是按照正当的程序呢 我们应该是作为代理律师 申诉的代理律师 我们应该是和刘晓波当面 来沟通他对我们准备的这些申诉的材料的一个意见 这也是一个正当程序嘛 也是非常必须的 但是呢 我们向景州监狱递交手续 要求会见刘晓波的时候呢 景州监狱呢 那个意思就是说 监狱这个案情重大 往后我们无法来决定 所以必须得请示上级的领导 以后才能回复你们 那么后来我们又到了他的上级 也就是说辽宁省监狱管理局 也递交了相关的手续 提出要求我们要会见利好过 那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呢 也同样提出了这个 就是说这个监狱这个案情很重大 我们需要研究 请示领导之后再回复 但是迟迟呢 我们从去年的12月份嘛 11月份12月份就递交了相关手续 一直到现在呢 一直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回复 所以我们在春节过后呢 就是以律师函的形式 正式呢 向景州监狱管理局和辽宁省 景州监狱 以及辽宁省监狱管理局 往后给他们发出了一封律师函 书面的律师函 要求他们必须明确给我们一个答复 否则的话 我们会通过法律的手段 拒就他们这个所谓不作为的 这种法律责任 好的 谢谢墨少平律师 跟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有关 刘晓波还有刘霞的情况